那每个城市呢都有市花 就是我现在是在青州市 青州市的市花呢就是仙客来 它的名字很好听啊 仙客飘然而至就仙客来呗 那养护起来呢也是贼拉的简单的 你只要是光照给足了 它就能给你一直开花一直开花 而且它可以受粉 你也可以不同花色的杂交 它会结种子 结了那个种球啊你还可以再去种 它有的话说老花一这玩意养不活呀 很多花就什么的 夏天跟冬天没注意它怕热 那有的话我理解不了你 冬天还怕热冬天不是有地暖吗 你如果说放到地暖上就容易把它给吞的 又黄各种不新鲜各种不精神 你这个时候你要找别的网红告诉你 缺水了缺肥了要么让你换盆了 那是蒙你的 它在高温的时候表现的状态一点都不好 它最挖赛的状态就是在春秋天 凉快点的时候 它就给你一直开但是一定要给足光照 这玩意洗光洗水洗肥 如果说没有光照是养不好的 夏季高温的时候那玩意光照怪好 你那时候你要是给光照给多了 水大肥大了 就烧死了 明白吗 怕热你得卡住这个点 而且呢 两广地区的凑房 你们那边着实热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个叶子给它剪掉 把球给它收起来 它下面有个球啊 收起来之后呢 你放到冰箱里面度过炎热的夏天 等到烧凉快点的时候你再挖出来重新种 它一样给你开 不光是掀开来 很多种球类的都可以 你比方说什么郁金香 马其连 风信子 朱顶红这些都可以这么操作 好了 一篇关于这个 鲜克莱的一个 养货分享给了大家 相信大家掌握着方法以后呢 就不容易养感了 你交给你 交得再详细你可能也记不住 但你记住一个点就行了 老花一也给你找来鲜克莱了 贼便宜 像这种发货苗群就扔上他大号包了 19块9 三盆 你话说我就要买一盆 买一盆也不给你贵 8块8 够便宜了吧 好了 绝不说你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占一 白了抽包 嗨 嘿嘿 嘿嘿